达到2.175亿美元 此时的乔布斯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不过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的同时 乔布斯狂放自大的性格也惹来诸多的争议 年轻时的乔布斯很难与人相处 并且绝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他的锋芒 终于世道寡住的乔布斯在1985年被迫离开苹果公司 离开苹果之后 乔布斯曾经试图东山再起 但是始终无法到达当年苹果的高度 而此时的苹果已经是风雨飘摇 乔布斯离开之后 苹果几乎没有知名的产品面世 被竞争对手逼上绝境 走投无路的苹果开始向创始人求救 1996年乔布斯重返苹果 回归之后的乔布斯性情大变 他开始更重视合作 并大刀阔斧地削减苹果的产品线 他带领苹果推出了iBook Mac mini iPod 等众多广受好评的产品 迅速扭亏为盈 对于这次成功的回归 乔布斯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表示 离开苹果的12年 让他对于事业和人生 都有了新的认识 他甚至说 从苹果公司被炒 是自己这一辈子最好的事情 这期间 乔布斯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并且推出了玩具总动员 叫好又叫做的动画电影 另外乔布斯还结了婚 并且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2007年7月29号 苹果公司推出了又一个重磅产品 移动电话iPhone iPhone的成功也将乔布斯 从一名商业领袖 推至神话一般的创新教主 正当苹果业绩如日中天的时候 2004年 乔布斯在一封员工邮件中称 自己被发现患有一腺癌 在之后的产品发布会上 乔布斯一直身形单薄 面容轻瘦 让人惊奇的是 被疾病所困的乔布斯 却爆发了更加巨大的创造力 此后每一年 苹果都会至少有一款 让人惊艳的产品面试 而每当人们认为 苹果的创新已经到头时 乔布斯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时至今日 苹果已经成为全球市值 最高的上市公司 有人说真正考验一个人 不是他成功辉煌的时候 而是他经历低谷的时候 乔布斯这一生当中 是三起三落 至少经历了三次低谷 那么在低谷的时候 乔布斯在做些什么 想些什么呢 2005年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 毕业典礼上 发表了一次非常著名的演讲 在那次演讲当中 乔布斯讲了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 是关于辍学的故事 在1972年 乔布斯17岁的时候 他进入到了里德大学学习 可是才学了六个月 乔布斯就决定退学了 当然退学并不意味着离开学校 乔布斯还是留在学校里 住在同学的宿舍里 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求学 多年以后 乔布斯说 这是他最棒的一个决定 因为正是这个决定 让他有机会 不用去学那些枯燥乏味的学科 而是有机会选择自己 真正喜欢的课程 比如说字体学 而字体学也直接影响到了 后来苹果电脑 发布印刷字体 影响到了苹果电脑的创新 当然 这一个决定并不浪漫 1985年的时候 乔布斯30岁 正当壮年 可是乔布斯 却被苹果的董事会 赶出了苹果公司 而历之年 他面对这样的一次挫折 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多年以后 乔布斯却说 这是他一生当中 经历的最棒的事情 因为正是 有了这么一次挫败的经历 才让他从一个飘飘然的成功者 又变成了一个创业者 一切从头开始 轻装上阵 让他具备了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 2003年 乔布斯48岁 正当壮年 事业也是如日中天 可是就在这一年 乔布斯被查出 患了一线癌 医生告诉他 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索性的是 后来有一次非常成功的手术 乔布斯挺了过来 经历了鬼门关的乔布斯 对生命又有了一些 什么样新的感悟呢 一块再来听听 三个小故事 按照乔布斯自己的话来说 只是三个小故事 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这三个小故事 却感动了无数的人 同样感动人呢 其实还有一句话 就是乔布斯 他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一句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执意过来就是 保持饥饿 保持饭傻 那么他的意思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也可以理解为 求之若渴 大智若愚 这句话是乔布斯高中时代 最喜欢的一本杂志 叫做全球盖览的杂志 他在出最后一期的时候 告别于 现在让我们记住这句话 求之若渴 大智若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